在过去的一年里 这个荔枝语录视频的浏览量超过了620万 在今天的视频中 我将尝试建立一个这种类似的荔枝频道 完全来利用人工智能AI 我的意图是自动化完成创作整个过程 包括写文案 然后做视频和配音 我呢是在浏览这些不露脸的频道的创业的时候 偶然的想到了这个ideal主义的 好了我找到了这个频道 一个鼓舞人心的语录频道 你可能会说这有什么有趣的吗 在做了地方调查之后呢 我为这些数字彻底震惊了 这个频道呢 就是通过制作这些简单的视频来制作而成的 正如你所看到的 这个频道每个月的这个收入呢 在1300美元到2万美元之间 然后呢让我们现在开始吧 我们呢首先要求XLGPT创建20个频道的名称 然后呢为我的这个励志名言频道创建 然后有这么多的选择 但是呢我喜欢这样一个 然后我已经创建了一个频道 然后转到工作室 进入自定利的选项卡 然后进入基本信息 然后呢我现在将再重新命名这个为智慧之焉 描述栏呢暂时不添 现在呢需要设置频道的头像 这里呢我将使用这个Linor.ai 这是一个完全免费的文本到图像的生成器 然后呢如你所见 我呢已经在做了 我们呢现在就开始 然后来到提示框 让他为我创造一个老人的形象 一个白腹子的中国老人 然后呢手里面呢拿着一本古老的经文 一本经书 然后呢结果是惊人的 我呢真的很喜欢这个 然后我只需要点击下载 download就行了 然后呢让我们回到开往 在这里呢搜索油管横幅 然后呢我将保持简单 点击元素选择黑色的背景 然后就选择这个 然后把尺寸投入到适配一下 现在呢让我们就是回到ChalletGPT 并要求他为我这个一个关于立志的视频的频道 创建十个有趣的这个横幅标题 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选择 然后呢我喜欢这个 然后复制一下 然后让我们回到开往当中 点击text文本 然后点击标题 然后粘贴我们的文本 让我调整一下大小 现在呢就可以下载了 现在呢让我们回到这个工作室 上传logo和这个横幅 现在这个品牌设置已经完成了 现在让我们从第一步脚本生成开始 我们将回到ChalletGPT 并要求他写50个著名的中国谚语和名言 然后用英文的 并且不含包含作者的名字 如果我们想要更多呢 我可以输入more 然后呢他会为我创建更多的语录 第一个任务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有了脚本 然后第二步就是语音voice生成 我们将使用这个11naps 只需要点击这个 你就会进入这个界面 然后呢现在呢就做了就是 复制粘贴我们的脚本到这个地方来 现在在设置中选择一个声音 然后点击这个generate生成 然后我们的配音就准备好了 下载到电脑 第三步呢就是视频编辑 回到cover 搜索一款视频 并且选择空白的画布 现在呢我们需要一个视频的背景 不想使用与这个横幅相同的背景 也呢也可以使用人工智能AI来创造背景 现在我们需要在这里创建一个角色 我们呢需要有创业因为呢我们不想只是复制这个频道 我来想做一些更好的东西 我会在最后展示 现在呢对于这个呢我们将再次使用这个linodal AI 现在呢如果你们还记得了我之前其实已经生成了一些 所以呢现在我们只需要挑选一个就可以 linodal最好的部分呢是它可以在透明的背景上创建图像 所以呢我们不需要使用任何额外的工具 现在呢我们的角色已经准备好了 让我们回到cover并且上传我们的角色 让我来拖动一下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然后看起来来超级酷 现在我们下载它 点击分享 然后去download的下载 在这里选择格式为pngg格式 然后我们还没有做完 然后下一步呢去到谷歌并且输入这个did 现在这个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工具将使我们的角色说话 就说这个频道只是使用了禁止的图像 但是我们将把它图像动起来 只需要登录然后创建一个账户 现在来到你的这个仪表面板 只需要创点击创建视频并选择add选项 我们来将选择我们在carve上资助的图像 现在我们可以就在这里签架脚本 或者是上传语音 我来会选择上传生成的语音 并且上传这个音频 然后呢在上面点击generate生成视频 然后等等待一会 然后直到它完成 如你首先呢现在我们的角色就在说话了 它看起来就是很独特 现在我们下载这个视频 然后第四步添加字幕 我们来将使用这个V1ED 只需要免费注册即可 让你在这个页面上面点击创建项目 然后呢点击媒体 然后选择我们刚刚下载的视频 然后点击字幕 点击自动创建生成字幕 然后呢我这里选择语言英语 然后呢点击创建 create subject字幕 然后我们的字幕已经生成了 然后只需要点击一下第一个字幕 然后呢我们再调整一下它的大小吧 那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转到样式style 向右边滑动一下 选择纯色 然后把颜色改成这个摆设 这几题来改成这个out of fact face 现在选择这个 这一样呢是我们的这个字幕大写 现在呢让我们来播放一下 看看效果如何 太神奇了 我知道你们很想听一下 但是呢还是等到最后 我们来再看看最终结果吧 现在呢如你所愿意呢 你可以像这样下载它 然后导出视频 选择MP4格式 第五部分的视频的上传和SEO设置 然后我们去在公众室上传我们的视频 现在呢我们需要 标题视频的描述和关键词 然后为我们的这个视频来收拾 为此呢我们将使用CHALGBT 让它按照要求来为我们的视频 创建一个关于鼓舞人性的 中国名言的标题 那我比较喜欢这个 然后呢我将要要求它 创建一个简短的视频描述 并以这个就是激发你内心的 这个最佳中文的名言 然后为题 然后呢我将快速复制粘贴 这个标题和描述 现在呢让我们回到CHALGBT 然后呢请你创建这个 长位关键词和这个短关键词 也获得最佳的观看量 然后该视频的标题 将也是同样的之前那个标题 中文名言 然后我们也来复制 粘贴一下 然后第六部分就是 缩列图的设计 让我们回到CHALGBT 点击创建并且输入这个 download的搜列图 选择相同的黑色背景和我们的一个角色 现在点击文本 然后点击CHALGBT标题 选择这个银语 然后不要复制这个银语 隐藏一部分 然后选择impact样式 调整一下大小 现在进入元素输入这个画笔 brush 然后选择这个颜色为红色 现在将它拖动到这个文本这个地方来 单击位置 然后选择backward 我们的缩列图就准备好了 然后我们同样的下载它 现在来转到工作室上刷缩列图 然后单击Lex 现在来选择选项 Low 然后就说现在我们可以在选中选择public 公开点击public发布 就这样我们的视频就被发布了 现在是时候给大家看一下最后一段视频了 这看起来是挺不错的 所以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大家有问题 也可以在下方提问 然后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也可以点赞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一期精彩的分享了 也可以看一下我的主页 更多的精彩的赚钱干货内容 还可以点击这个访问我的独立博客 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干货内容 就是也可以在这里面很方便的找到